健身成章生活正能量 今天是周一早上起来 心情特别好 天气也很好 刚去健身房健身回来 然后小瑞典在背景 在背后 她要开始做饭了 开始给我做饭了 没有没有 要做pancake 要做煎饼 然后想说什么来着 对 然后这两天有一个新的更新 也是从朋友那里听到的 关于投资的特别有意思 不知道如果你在 跟着这个什么虚拟货币 什么比特币 这些东西 又出了一个新的玩意儿 叫什么呢 那个叫uniswap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其实就是配对 然后是跟这个以太币 和另外一个 也是基于以太币的 这个blockchain的 那个技术的 另外的一个币种 比如说像这个lupring 或者说是ocean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 结合在一起 然后怎么样呢 就好像在赚银行的利息一样 首先要声明 我在这方面不是专家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点子 你自己可以去研究一下 去搜索一下 是吧 这个uniswap 它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币 因为它是 其实就是帮助大家 在基于以太币的 这个blockchain 这个技术上面 两个配对的币种 互相的兑换 相当于别人在兑换的时候 你提供了这个服务 然后到最后 你就可以赚手续费 相当于别人把这个 在兑换的时候 比如说想把以太币 换成这个ocean 或换成其他的一些币 然后像其中一些手续费 就给你 然后大家去赚这些钱 然后像那个mining 是吧 挺有意思 听起来就好像是 有点像那个 股票的分红一样 所以特别激动 今天想告诉大家 像股票的分红一样 也就是说 有点那种稳赚不赔意思 但是它的这个 cavid就是 就是什么呢 你要选好这个两个币 如果你都看好 以太币没得说 是吧 这个排名第二的 然后其他另外一个币 你要看好了 觉得没问题 我能把我这个币 换成那个另外一个币 也是没有问题的 两个人互相兑换 然后你也非常看好 另外一个币的话 那就没问题 我是听我的朋友说 说ocean不错 因为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有自己那个币 是吧 也是算chernet 这个朋友 他的那个是stakenet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xsn就是那个缩写 然后他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founder 就是这个叫什么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创始人 所以我相信他是因为他很懂 我就自己不用做做research 就是说他说那个币好 而且他是无所谓 两个币相互兑换都没关系 所以就相当于对这两个 对这两个币都非常的有有信心 是吧 然后只要你选好了 你无所谓 他的价格是高啊低啊怎么样 每次兑换都会给你钱 相当于给你以这个币为这个 这个不是给你fiat 是吧 就以这个币给你手续费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相当于再赚这个分红 每次一个兑换都会赚分红 相当于一个月下来 可能能赚10% 20%都是这样 当然了 你要是先要是用他的服务 本身要交一定的手续费 是吧 要转换成用他这个服务 这就为什么 这个Uniswap这个币 现在排名我记得是30多 还是38还是多少 还是也挺靠前的 因为他提供的这个服务 相对让大家去赚这个钱 当然所有这个 他们叫什么liquidity pool 是吧 所有很多人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 那可能就会稀释 你赚的钱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他这种赚钱的模式 还是挺有意思的 挺好的 感觉是比较比较稳定 如果你很相信这两个币的话 唯一就是说一种可能 那你选的这个pair这两个币 那你说有多大的可能 这以太币明天就变成零了 没有任何人买 然后或者说整个的这个产业 整个这个blockchain就全倒闭了 是吧 可能性有多大 或者你选的那个币 这个你对他的信心有多少 可能就是在这 然后剩下的话还是比较稳定 当然我这两天一直在研究这个周末 一直在讨论 因为这个小瑞典他投了一些嘛 然后就是觉得如果你要有很多的这个币的话 就是量比较大 就比较管用 因为他的这个利率可能就是大概就是 就是就是百分之几 你要是很少 比如说你就投了一百美金的话 那你能挣多少每天是吧 那你要是投一百万美金的话 那你每天能挣多少 那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挣钱的一个方式 就是在相当于就是你给提供别人买卖的时候 是拿你的币去换 当你买了这个整个这个两个pair之后 这个pay对之后 相当于一半的钱 比如你要有一百万 一百万的话 拿你五十万 比如在以太币 五十万在给Ocean这个币 或者其他的币当中 然后两个就互相的兑换 所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糊涂了 我解释也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总归就觉得很有意思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投资比较稳定赚钱的方式 如果你是不仅是说非常相信以太币 还相信 或很有信心 另外一个币种的话 那非常合适 而且你还有比较多的话 那你就放进去 那你当然自己要先做一下研究了 我是给你提供一个方式 放进去以后两个互相对话 那你就看他那个钱在涨 比如说小瑞典 他前天是还是投了 应该是有两千美金 还是三千美金一共 然后就每天就看 每天就是一美金 每天一美金就这么赚 是吧 能看到你赚多少钱 那你想想 你要是投三千美 三万美金呢 三十万美金呢 对吧 那每天就是在赚那个钱 当然一开始要交这个手续费 他大概交了有二百美金吧 就是这三千美金 因为要兑换 所以也是一个长期一种方式 相对于就是 基本上还比较稳定 百赚不赔 只要别人再换 你就是在赚 不管他价格是多少 是吧 很有意思 所以拿出来说 然后这个今天早上就比较 比较开手 然后就在这说 听着音乐 然后他在后面做饭 不知道是 大家是不是喜欢那种模式 因为他三天之后就要走了 今天是周一 他周四就要回到瑞典去了 我们俩还没谈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回来 然后之后是开放式关系 还怎么样 都是没有谈 他后来也说他想回来 我也挺惊讶的 一开始觉得 他可能以后回不来 但是他后来也表达了 应该有可能 基本上还是会回来 到巴厘岛这边 然后回去就是主要是 滑雪看朋友啊什么的 所以我的生活 可能还会再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将会是什么样的 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老公目前在哪 在墨西哥 他在墨西哥那边 也是见了一些朋友 也是之前我们去游轮上 那个Difton Nomad Nomad Cruise 然后认识了很多人 那边也有很多游轮上的 数字游民的那些朋友 是吧 在那边相聚 然后现在巴厘岛 目前没有正式的开放 但是想过来也是可以过来的 大概交 一千十五 那就差不多一千美金 对吧 一千美金 其实就是说可以进来 然后你再交一千美金 就不用去隔离 五天不用隔离 所以这边就是有钱 能办很多的事情 最近很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 就是已经打了疫苗 然后在 疫苗也是沸沸扬扬的 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有人说这个 疫苗又变种了 不知道 这个这个 我自己也没做研究 也不敢 也不好瞎说 反正就是还是 个人还是比较 skeptical 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 也已经得过了 这个新冠 然后也知道 整个的过程 真的就是 就是累 每天就是累 然后就休息 然后滴烧 然后就多喝水 就老想睡觉 一天到晚就老想睡觉 尤其是到 就是早上的时候还好 稍微到中午的时候 就开始困的不行 累的不行 然后就要睡觉 就要休息 也动不了 也没有那么难受吧 就是好像有点那种 brain fog那种感觉 所以这就是 之后这个房子就要放 就要放弃 因为它目前没有空房 现在住的这个 相当于有十个 这个unit时间 然后都已经被卖出去 然后而且都已经 就是就是被租出去 然后没有空的地方 本来自己想租 想租三个月是吧 它这边卖是17.5万美金 上次可能跟大家说过 17.5万美金 29年 就相当于全包全管 然后然后你不住这的时候 他还管你RMB币 帮你出租 然后他们收 25%的手续费 个人感觉 这房子还是不错的 各方面条件 然后服务也都挺好的 其实要有机会 要是能买就好了 就是或者说是租29年 就好了是吧 然后前两天 还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party 就是找了请了 请了一些比较熟悉的朋友 差不多十二三个人 然后大家在这个 在这个屋子里 就是聊天啊喝酒啊 然后还挺还挺开心的 是吧 其实今天也是随便说说 我的这个生活 然后不知道啊 小时候一点这两天就要走了 可能到周四的时候 不知道那个节目 一般都是周四录 然后周五发布嘛 因为周四 哦对 周四相当于就要先搬家 搬家他是晚上就 就坐飞机就要走了 所以之后的生活 又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家送水的来了 把这水送到这儿 还有什么想说的 其他的 I'll give you the money later 对现在这个就是生活非常的常态 今天也是让大家看到了 我这边的生活什么样子 然后之后 也许不知道会不会再用Tinder 然后还是再怎么样 都真的是不知道 目前的创业 每天的创业还是很开心 然后现在又再做新一轮的 我的十周变身计划也有一个 也算是小秘密 也没有秘密了 就是在做一个新的launch 一个新的marketing campaign 营销的一个活动算是 然后也想大力的再推 然后也会有一个 一个惊喜挑战之后 我倒也应该会在 在视频里 在YouTube里应该也会在发布 然后大家也敬请期待啦 也没有了 挺开心的 然后就每天健身 然后真觉得来这住的 感觉就是不一样 我因为我一年零两个月 已经住在那个guest house 比较小的一个地方 相当于 然后一下子换了环境 一下就那么自由 有自己的地方 又可以做饭 又可以怎么样 请朋友来 是吧 以前都没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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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朋友来家里看 也没什么好看的 然后住的guest house 现在来这就 就感觉不一样了 生活就真的就是不一样 觉得自己开始 真正开始生活起来 那种感觉 不知道啊 你先搬进一个房子 或有自己的家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就非常自由 自己想干嘛干嘛 想放音乐 是吧 想光着身子 想naked 都是可以的 嗯 对这也是我的一个生活的感悟吧 然后以后 因为这半年跟他在一起 自己 朋友见的稍微少一些 因为都主要是跟他在一起 也没有什么 就觉得挺 挺甜蜜的 两个人在一块 然后 这回等他走了以后 应该会多见一下朋友 然后 也是在 换一个生活的一个节奏吧 就不一样 我觉得挺好的 有时间可以 互相想念一下对方 换一下生活的模式 他回去也去见他的朋友 是吧 到时候我有新消息 也会再跟大家汇报 所以现在 就是整体来说 还是非常喜欢自己的状态 当然如果你想来巴黎岛的话 也是非常鼓励 愿意花一千美金 或者你等着什么时候巴黎岛 真正开放了 是吧 现在不知道中国开放没有 听说是没有任何的疫情 但是好像还是要隔离 还是怎么样 嗯 对生活还是很 挺安逸 很多时候真觉得 自己很 很开心 很幸运 能 能在这儿生活 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些自由和周围的人 周围的朋友 那些community 有时候我在之前也跟 就是我那些朋友说 我觉得以后的生活的模式 现在结婚的人那么少 生孩子的人那么少 都是在追求自由 是吧 怎么怎么样 这个世界变化那么快 嗯 然后大家也都是出行啊 嗯 就是除了这个疫情来说 一般来说挺方便 飞去这儿飞去那儿 数字游民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以后也许可以大家就生活在一个community里面 是吧 就是相当于就是好像是类似这样的房子 一间一间 大家生活在一起一起吃 一起照顾孩子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一起照顾 然后因为这种模式已经存在了 好像是在欧洲忘了在哪 芬兰还是瑞典还是在哪 就是一个一个像一个compound 大家都是住在一起 没有什么你的我的互相帮助 互相养其他人的孩子 然后在一起玩 在一起玩桌游 在一起怎么样 像一个大家亭一样 所以很多人到当时就是在里面呢 很多人有就都是单身的 呃没有结婚的 反正就一个人住的 但是相当于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在巴厘岛 我感觉的一种感 就是真的就这样 大家都是都是用单身 然后怎么说 不是说free love 就是就是真的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没有那么多牵挂 没有那么多的羁绊 没有那么多的责任也好 就是追求自己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非常的自由 就是就是那种感觉吗 但是整体还是一个community 还是一个大家庭 呃在这边认识很多的人 很多的朋友 虽然没有真真正正住那么近 住在一起一个一个像一个guest house 或者几层楼或者怎么样 但是觉得还是一个其乐融融大家庭 有互相有帮助的帮忙的是吧 呃在这边有时候经常 也没有经常了 就是有时候说说谁谁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也有这个whatsapp群 大家在群里头几百号人 就是每天会发生什么一些事情啊 然后互相帮助啊 谁知道会这有什么什么东西 去哪买这个这个这个是吧 或者你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你想买什么样的东西 好像大家都会发布一下 就是真的是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群 有些还有时候有些紧急的情况 有谁出出事了 或者说是呃就是就是受伤了 出意外了住院了啊 是抠吗或者怎么样 可能需要集资去做手术 然后他们也会放在像什么 gofundme这样的一个一些网站上 什么gofunding 然后就会就会让大家集资 然后来呃想就是捐钱吧 然后来救他的生命 然后我有时候呃就是我要看到了 我也会捐一些钱 就是大家互相帮助 都是在这边住的人要出了什么事 即便是不认识是吧 就是很喜欢这个呃这边这种community 这种感觉就是 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你喜欢巴厘岛 我觉得最重要的什么就是人 这边的人 当然就其他的在海边啊 热带地区啊是吧 然后吃的这么好啊 就是那么便宜啊 然后呃就是生活好像跟生活在天堂一样 paradise一样是吧 这边就很便宜 这些都是次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人 就是你周围的这个人community 可能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所以今天又是糊涂糊涂的 说了很多其他烂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就是也是自己的生活状态吧 听呃每天都很感恩 然后去读书去学习 不断的拓展 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 然后最也一直呃之前说玩这个国际国际象棋也还是在玩还是在练 然后每天还是在学印尼语是吧 还是在学习着 然后之前那个pimsler学习语言的APP也介绍给大家 然后我现在已经学完了30个课程 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第二阶段 基本上其他语言每个语言都有150个课 但是只是印尼语只有这个第一level 就是只有30课 然后还有剩下的 他就没有了 然后我还说 哎呀我还在想学 他们说做一个这个整个这个program 就是一个level 某一种语言一个level 需要两年的时间 因为他有自己特殊的一套方法 是吧 所以学的人不太多 要学的人多 他们才会去做 比如像中文这类的 就是有五个level 150个课你都学会了 现在小瑞典没事 还学个中文 他每天 但没有那么每天 但是他还是在想这事 然后在学 我也挺感动 当然两个人搬到这里 还是有吵架的 有吵架的时候 有时候我就挺挺恨自己的 也不是说讨厌他跟我吵架 而是有人恨自己 说为什么要吵起来 为什么要相当于是 吵起来就是需要两个人是吧 你一个人吵不起来 两个人你要是 本来就应该是说 让他也好 说不回他也好 不说话 或者说是说 知道他现在在气头上 或者说他心情不好 或者怎么样 是吧 你就不说话 那两个人就吵不起来 觉得有时候自己 还是在 你的spiritual也好 你的这个 另外一个境界也好 你的超脱出来 跳出来看这件事情 那可能有时候就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就吵不起来 就是这样 对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 或者你还想听什么 都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告诉我 然后我也会讲的 然后最后还有什么 就是我的 说了半天 我住在巴厘岛 我的创业项目是吧 我是自己赞助自己 不赞助 不用别人的这个产品 很多人找我来说 让我去宣传他们的东西 我都没用过 我也不好宣传 晚上也睡不着觉 所以我自己的东西我知道 然后是因为 我自己健身女文章 老本行还是搞健身的 健身做了十年 如果你也想 十周彻底改变身材的话 那你可以来找我 因为我有一套做好的计划 十年撕脚经验的结晶 我自己做了两年 辛辛苦苦 一字一句都自己写的 自己录的视频 是吧 你想减脂增肌塑形 或者是男生女生 新手高手都可以 按照计划做就可以 非常简单 十周之后你就认不出来自己 就一步一步跟做 因为有同步的训练视频 有简单的家常的食谱 不需要 就是怎么说呢 就非常的简单 真的就是跟着做 是吧 只是干货 不卖产品 就是训练加饮食 健康 快速的减脂塑形 彻底改变自己 改变的人生 改变你的精神状态 改变你的健身 健康状态 改变你整个人的一个状态 那你可以来找我是吧 十周就够了 可以先看一下我这个官网 就是access横杆live.com 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 整个这个十周 或者点这个视频 podcast描述 底下下方有这个链接 可以点进去 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 还可以加我私人的微信 然后就是都是我私人 我亲自回复的是吧 但是你要注明十周变身计划 因为其他的问题 我暂不接受 只是接受 十周变身计划的一个咨询 然后都是我亲自回复的 因为已经加到六千多人了 应该快七千人了吧 每天加我人很多 真是忙不过来 我要是要专注在这上面 是吧 所以十周彻底改变身材 改变自己 改变精神面貌 下定决心 你可以来找我 其他的什么条件都不需要 然后都是可以的 是吧 还找我 如果你是已经 已经十周改变身材了 你现在想保持身材 想增加柔韧 你可以用我第二个APP 就是体操训练法 然后链接也是在 视频描述和podcast描述里面 可以点进去 今天就可以下载 今晚就可以开练 每天只需要三分钟 如果你是苹果 或者是这个Google Play 手机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 在APP商店里搜索 体操训练法 就可以下载 然后今晚可以开练 国内安卓 你要看这个描述 描述里面这个链接 然后去点击下载 每天只需要三分钟 增加柔韧 保持身材 是吧 PX道理都可以练 好了 这个就是赞助的说完了 然后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 想听我聊的话题 就在下面留言就好了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没什么了 然后就是 这是我每天想的事 然后说的事 对了 还是别忘了读书 读书 健身 每天去健身 我也每天去读书 每天去充满了活力 去 去怎么说 挑战自己 去学习新的东西 然后去 去怎么说呢 另外一个层次也好 你的个人提升也好 你的幸福也好 是吧 你的精神的境界也好 Peace 然后你的这个awareness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对我来说 每天是在修炼的 比如说你吵架也好 你跟朋友说 说什么事情好 然后跟其他那些交流 或者你处理事情的一个想法 或者你又是又嫉妒了 你又有什么其他一些情绪 是吧 然后你这一天之后 你就可以反思 然后这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提升 我经常会反思 自己说的话 做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为什么会激起心中的一些想法 然后会学到很多的东西 然后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又可以运用到生活里面 相当于就是爱你的生活 然后不断的去激发自己 去提升自己 这都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希望也能激励到你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吧 那咱们下回再看看是哪天 我有时间再录这个视频 拜拜